鍵盤會有卡鍵 就是在它的螢幕電池也膨脹 所以所有需要維修的項目報價 今天的影片我們就來講這台 2017年的13吋MacBook Pro 大致上我用這台已經三年了 所以就是一個比較長期的評測 然後分享一些使用經驗 碰到的問題 還有一些維修還有一些購買的建議 但我也希望拍多點這類的影片 就是不要只講新的產品 也講一些長期使用蘋果產品下來的一些心得 所以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記得幫忙按個讚訂閱 還有分享我的影片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這台我是在2017年的時候購買 那當初買的規格就是 CPU的好像是中間規格 然後裡面我有升級的部分 就是在硬碟加到1TB 然後記憶體部分加到16GB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我買這一台的原因是因為 我去換掉先前的15吋 這一台就是我先前的一台 2019年的15吋MacBook Pro 以前的好處就是 它在連接孔的這邊 網路線啊 然後Firewire 然後接螢幕的USB 然後這個最重要 這個就是記憶卡的插槽 當初這一台我要換掉的原因 第一就是舊了 然後我當初想拍一些影片 不知道為什麼當初堅持要拍4K啊 其實還是可以用 在上面還是可以剪片 那當然我沒有加什麼特效 有的沒的 然後問題就在於輸出的時候 一個10分鐘4K的影片輸出了 9個小時55分鐘 沒有特效 沒有塗成什麼 然後這一台其實我當初有做一些升級 我就是把裡面的硬碟換成SSD 這個光碟機的部分 我也把它拆掉 把它換成SSD 所以它有兩個固態硬碟在裡面 那後來 所以就2017年的時候就換成這一台 那當初其實選擇就是15吋或13吋 那其實我就是大的電腦帶到Pod 所以我就鎖定在13吋的部分 然後剛換到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個要習慣就是說 當然就是它所有的接孔 只剩4個USB Type-C 然後又是Thunderbolt 3的接孔 當然就是說有一些外接擴充的線 有使用的話 基本上就還好 又有配合一個OWC的Thunderbolt 3 一個擴充Dock 所以基本上在我使用上就沒有任何的不便 那唯一我不解就是說 為什麼它們不在上面也加進 放SD Card的部分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 我不知道它們在兼職什麼 因為其實是有這個空間可以放 我一買這一台的時候 我就有配一台外接螢幕買 因為我覺得今天不管是13吋或是15吋的 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些 不管是平面或是剪接 任何影音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筆電的螢幕都不太適合 急需的時候是可以用 可是我覺得如果對你眼睛好啊 基本上都還是配一個外接螢幕比較有建議 那另外一個講到不習慣的部分 就是它的鍵盤 那當初它們出來的時候 就是它們說什麼蝴蝶式鍵盤啊 什麼多厲害多輕薄 事實證明就是說 那個鍵盤是充滿設計瑕疵的 那它們在2018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設計的更新 就是一樣是蝴蝶式鍵盤 可是它們在它們鍵盤下面內層的部分 加了一個薄膜 那基本上就是要防止一些小灰塵啊 小渣子掉到裡面去讓你鍵盤不能使用 後來證明就是 就算那樣的更新 其實對它的設計瑕疵來講 還是沒有太大的幫助 所以一個錯誤的設計啊 你事後再怎麼去改它沒有用 你就只能把它整個改掉 這個就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鍵盤真的很不好用 所以我大部分都還是用我的一個外接鍵盤 那還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我這邊 我這台是有Touch Bar 在上面 那我必須實際講 很老實的講 就是說一開始覺得這是一個很炫的一個功能 可是實際在使用上的話 我其實並沒有太依賴它 因為我們講就是說一些軟體 像Final Card 或什麼 其實它本來就有一些快捷鍵 在上面可以使用 反應上因為你已經 腦裡已經有記憶說每個按鍵在哪裡 那一個觸控板來講 它就是一個整面的觸控板 就是你很難去抓到什麼位置是什麼 那另一方面就是說現在滑鼠 你其實有很多自訂鍵可以放在上面 有一些基本剪輯啊 或是我需要用的東西 我都會在自訂鍵上面 設定好 當然我知道它有很多自訂的方式 可以去設定 有些軟體像Better Touch Tool 那我以前在剛買的時候 沒有用那個軟體去設置一些自訂的功能 可是後來我發現 這個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不知道親的孩子是不是這樣 就是至少在我這一代 它的Touch Bar 常常會當機 那常常一到 我開始在剪輯 在過熱的時候 它Touch Bar 就沒有反應 變成就是說 如果當我今天有一些設定自訂的功能 我去依賴Touch Bar的時候 那它當機 不是電腦當機 就是只有Touch Bar 當掉 那這時候我就完全不能使用我自訂的功能 所以後來的習慣就是 我已經就是不再去用這些自訂Touch Bar的功能 這些外界螢幕 我就是擺在上面 我也不會去用Touch Bar 那再來就是 就是長期使用下來的問題 我覺得基本上 維修的部分的話 就是其實這一代的最大的問題 第一就是鍵盤 我剛剛講的 鍵盤會有卡鍵啊 或是你按按鍵的時候會連打那個問題 那第二就是在它的螢幕 它螢幕也有召回的部分 就是在邊角的部分啊 或是會有一些線條處 是沒有那些線條 可是我在邊角的顏色有一些跑掉 所以我去維修的時候 那我有Apple Care 雖然我去維修的兩個部分 都是在它召回的部分 當初送回去檢查的時候 我記得就是上個月我去A13的店 那檢查完之後 對我當初還有一個軌跡板 它回饋度並不太對 然後還有它在擺在桌面上的時候 會有翹翹板的問題 所以檢查完之後就是說 除了我的鍵盤跟螢幕問題之外 它裡面的電池也膨脹 他們的講法是說 可能是我平常都是插著接外界螢幕 所以它就是一直在充電啊 可能過熱這種狀況 電池膨脹就是造成去擠壓到軌跡板 這個部分因為我有Apple Care 可是基本上 這個很有趣的部分就在於就是說 它要換掉鍵盤的話 它換鍵盤的方式 它並不是只有鍵盤的主鍵換掉 它鍵盤是連著裡面的電池跟軌跡板 除了主機板跟它的這個底部的殼之外 它是一個主鍵的 所以今天就算是我只要換掉鍵盤 就是我有鍵盤的問題 只要換掉鍵盤 它也是這個整個主鍵換掉 所以就是包含電池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螢幕的部分 它也是檢查說 邊角螢幕色澤有問題 那它也是螢幕換掉 所以除了我裡面本來的主機板之外 還有這個底部的殼之外 就是基本上整台喚醒 所以當初檢查完的時候 它是一樣一樣跟我說 哪個主鍵需要更換 然後讓我看到旁邊的價格 所以我當時看到其實是有點緊張的 然後最後最後它才說 喔對 先生因為你有AppleCare 還有加上這些都是召回的部分 所以全部都不用錢喔 如果你也有碰到一樣的狀況的話 就算你沒有AppleCare 你的狀況是譬如說 鍵盤有問題 螢幕有問題 這兩個都是在它召回的部分 所以就算你沒有AppleCare 只要你買這台電腦的4年之內 你都能申請去做更換 都能拿到他們店裡面 去給他們檢查 那基本上我覺得 他們對這方面的更換 也是滿不囉嗦的 我那天大概11點半的時候到 15分鐘講完我就走了 然後他們說大概兩三天修好 然後當天下午5點半就打給我 說他們換好了 然後我就可以去拿 所以整體下來的話 我覺得我基本上還是滿滿意這一台 因為這三年下來幫我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問題方面我覺得還算小 我覺得今天我不會去期待 就是說買一台電腦 它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因為這種狀況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碰運氣 可是我期待就是說 當我碰到問題的時候 這個公司能幫我處理好 不要讓我覺得說 就是買一個那麼貴的東西來工作 然後有問題的時候 他們還囉嗦嗦嗦 我覺得那個整個體驗感 就非常不好 那以前我有使用過 抹牌子的PC 算是非常大的廠 雖然維修上面 他們也是說什麼都有 就是你看字面上面 會覺得都保固的很完整 然後也會維修 但是當你實際要去做這方面的維修動作的時候 整個體驗感跟使用蘋果的產品 是差很多很多的 我自己的使用經驗是這樣子 OK那當然就是說 我還是很建議購買他們的產品 雖然你一開始付多一點錢 可是我覺得長遠下來 我們先不要說就是Mac本身 它的穩定度跟PC比起來是怎麼樣 那當然就是還有整個生態鏈 如果你也是使用其他的蘋果產品的話 我覺得你整個使用者軟體的體驗感 都是非常穩定也非常的好 另外一層又講到售後服務的部分 我覺得目前沒有任何電腦 或任何手機廠能做到這個程度 所以你一開始付多一點錢 我覺得是值那個價錢 那更何況 其實現在的蘋果產品 也不是像大家以前講的 就是真的就是貴 其實像很多PC也是非常貴 很多Android的手機 基本上也比蘋果的都貴 就要去思考就是說 當你付到這個家庭的時候 碰到任何問題 不可能永遠不會碰到問題 可是當你碰到問題的時候 你想要得到的是怎麼樣的服務方式 或是服務體驗 我覺得這個就可以去思考 OK 好那今天就是大致上分享這個 長期分享我用這台13吋的一個體驗 它雖然不完美 可是我還是在它非常滿意 我覺得它非常的穩定 讓我完成非常多我需要做的工作 所以我還是非常推薦買蘋果的電腦 OK 好那今天影片大致上就這樣 如果任何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或有任何的事情想討論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Bye